华语篮球世界 2022年4月14日 飞豹G2欲再胜华南虎 周四晚上 CBA季后赛准决赛辽宁飞豹和广东华南虎的系列赛迎来第二场交手 在第一场交锋当中 辽宁飞豹利用阵容深度和强硬的侧翼防守 将为免冠军限制的只有79分 轮系列赛定下了基调 辽宁飞豹能够延续这样的演出 在G2继续取胜并不令人意外 双方在第一场打出了强度极大的防守大战 两位主将郭艾伦与易建联的命中率都不是十分理想 虽然手感不佳 但郭艾伦在场上的进攻威胁不得不让广东华南虎改变防守策略 从而让队友得到了更多的空位机会 而易建联八头减二重 大伤后的爆发力下降让易建联在内线的威胁急剧下降 在G1 广东华南虎低迷的手感贯穿全场 尤其是上半场只拿到24分 是CBA上半场第三滴得分记录 辽宁飞豹的压迫性防守让广东华南虎更是出现了23次失误 送给了对手太多轻松反击的机会 相较于广东华南虎在用人选择上的捉襟剑肘 辽宁飞豹后被席上的富豪、易摩尔兰等人出色表现 封线上的优势让辽宁飞豹在G1赢得非常漂亮 随住张震林的成熟 富豪的到来 辽宁飞豹侧翼被广东华南虎针对的情况已经成为历史 本赛季的辽宁飞豹战斗力上升 很大部分原因是辽宁飞豹风险增强 富豪和易 摩尔兰两人都具备不错的罚球线中投能力 而且侧应也还不错 而且两人也都具备篮下强打能力 辽宁飞豹破解广东华南虎联防 这两人是重中之重 季后赛已经可以看出周鹏和易建联有些力不从心了 对那两位年轻风险张浩佳和张浩殷商必战 加上任俊飞和雷杜G1末有出战G2上阵乘移 老麦的风险延续性下降非常明显 攻防转换推进速度明显变慢 座位对比的是在场上激情四射的张震林 他是G1中上阵时间最长的球员 而四次偷拨是他整场比赛卖力防守的成果 也是他很好的压制了周鹏和威姆斯 让广东华南虎打不出快速反击 广东华南虎面对辽宁飞豹最大的问题 毫无疑问那就是进攻 球队无法打出快速反击 同时攻坚能力严重下降 缺少了M 布鲁克斯的广东华南虎已经没有这样的人选 所以进攻端的持续性不足 将是广东华南虎面对辽宁飞豹的最大问题 即使前面能依靠体系压制辽宁飞豹 那么到了决胜时刻 体能下降后将会考验广东华南虎 年龄偏大且缺乏具备个人单打能力的球员 广东华南虎可能会瞬间崩盘 感谢你收听华语篮球世界 谢谢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